北宋年间 开封府大河县 有一位安元外 安元外的老伴很早就过世了 留下一个儿子名唤安学礼 这位安公子不仅人长得英俊 而且勤学刻苦 乡亲们都很欣赏 这个好学的年轻人 也就是在十年前吧 安元外给儿子定下了一门亲事 定的是谁家的闺女呢 她和同乡的许秀才交情深厚 刚好许秀才有个闺女名叫香林 于是两家就定下了这门亲事 这年年初 安元外上门找到了许秀才 说道 许兄 你看娃娃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是不是该让他们完婚了 许秀才笑着回道 不必安兄提醒 我也早有此意 这样吧 安兄回去准备准备 来年年初就来迎亲吧 安元外听了大喜 乐呵呵地回去了 怎料这年秋迅迅猛 黄河决堤 老百姓这下遭殃了 请客之间 辛辛苦苦重的庄稼 赖以欺身的房舍 全被冲毁了 安元外家里也没能幸免 仅有的一点家产 眨眼间被洪水冲得一干二净 过了半个多月 虽然洪水退去了 但是安元外无家可归 只得带着儿子住进了祠堂 遭此横祸 安元外突然就病倒了 一病不起 不久就撒手而去了 安元外亡顾的消息 很快传到了许秀才的耳朵里 许秀才这时候 心里泛起了嘀咕 不免为女儿的婚事担忧 于是就找夫人商量 有意退掉这门亲事 许夫人是个明白事理的人 说道 我们与安家早就定下了婚约 现在毁婚 情理上说不通 再说了 安公子是个不错的小伙 我们家乡林嫁给她错不了 许秀才听了直摇头 说道 你真是妇人之见 现在安家连容身之地都没有 我绝不能把女儿 嫁到这种人家 好了 我意已决 不必多说了 说完气呼呼地走了 但许秀才出了门 许夫人找来乡林 将爹爹有意毁婚的事情 告诉了她 乡林听罢 急得直掉眼泪 母亲 既然已经和安家定亲 怎好又反悔 这便如何是好 许母见女儿如此焦虑 赶紧安慰道 女儿莫及 我自由主张 你爹爹不过是嫌弃 安公子家贫穷 我私下请许伯给安公子 送去些银两 让他来我家内聘 到时候 你爹爹也就无话可说了 女儿 你看可好 乡林听了 破涕微笑 一朵红韵染上了面颊 低声说道 一切听从母亲安排 许母见了 也明白了女儿的心思 过了几天 许秀才要去信阳办事 得好几天才能够回来 许母见机会来了 赶紧找来同村的许伯 他和安家素有来往 交给他五十两文银 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 许伯连连点头 大娘放心 我这就去办 再说 安学礼自从父亲突然亡故后 无钱为父亲安葬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 只得将家中的良田建价卖了 换了几两银子 这才将父亲安葬了 待料理完丧事 他整天在祠堂苦读 准备来年的相识 这天安学礼正在祠堂里面读书 突然外面有人叫喊 安公子在这吗 安学礼赶紧出来了 一看是个陌生的老汉 就问 老伯你好 我就是安学礼 请问您是哪一位 许伯做了自我介绍 安学礼一听 他是许秀才同村的老乡 慌忙将他请进了祠堂 许伯站定后 掏出了许母给的银两 将银两递到安学礼手中 说道 恭喜安公子啊 这是相邻的母亲给你的 请你这就上门去下聘礼 安学礼听霸惊喜交加 结果银子再三败谢 说道 许伯请先行一步 我换身衣裳 随后就到 说着送走了许伯 带许伯走远了 安学礼犯愁了 自己这身衣裳破烂不堪 怎么好意思去上门 怎么办呢 哎 姑母离着这不远 何不去姑母家找表弟 借一件新衣裳 心中打定主意 安学礼就朝姑母家走去 闲言少叙 安学礼来到了姑母家 说明了来意 姑母笑着说 大侄子办喜事 我这当姑妈的礼当成全 说话间 姑母就叫自己的儿子 于李水 于儿 快去给你表哥 拿件新衣服过来 书中代言 安学礼这个表弟于李水 那是个有手好闲的公子哥 他早就听说 许秀才的闺女乡邻 貌美如花 今天看到表哥来他家借衣服 心里就打起了坏主意 于李水嬉皮笑脸地说道 啊 表兄 借衣裳 好说 好说 表兄久不到我家门 既然来了 就在我家多住几天 安学礼回道 多谢表弟盛情 只是我现在有要事在身 不便久留 于李水说道 哎 表哥此言差矣 什么要紧的事情 在家里 吃顿饭 还不行吗 也不在乎这一时半会 安学礼不知道于李水的鬼心思 还以为表弟是真心招待自己 再推辞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只得留下来吃午饭 不一会儿的功夫 一桌丰盛的家宴就办好了 于李水邀请安学礼入座 说道 表哥不必客气 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 来来 我先敬表哥一杯 安学礼本来不会饮酒 但是架不住于李水三番五次劝酒 几杯酒下肚 安学礼就感觉头晕脑胀晕乎乎 于李水一看大喜 搀扶着安学礼到了自己的房间 将他扶到床上 安学礼就这样被于李水灌醉睡着了 于李水从房里出来 赶紧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 直奔许秀才家而去 再说 许母正在家中等候 这时候 家仆来报 安公子求见 许母赶紧吩咐 快快有请 不一会 家仆带着于李水走了进来 两家虽然定了亲 但是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 许母从来没有见过安学礼 所以 他也不认识安学礼 当于李水走进来的时候 许母并没有生疑 以为眼前的年轻人就是安学礼 于李水那多会来世啊 一见许母 就赶紧失礼 岳母在上 请受小婿一拜 许母见于李水长得其貌不扬 但是还算礼数有加 也稍感安慰 于是换来乡林 不一会儿 丫鬟搀扶着乡林走了出来 于李水一看 乡林眼眉如画面若桃花 立即欢喜得心花怒放 忍不住多瞄了几眼 许母看在心里 马上明白了 就安排了一桌盛宴 让乡林陪于李水多喝了几杯 于李水心中那个美呀 得此美人 福福何求 待酒宴撤下 许母拿出五十两文银 还有一些金银首饰交给于李水 说道 我知道你现在处境艰难 这些银梁你先拿着 等过几天 乡林的爹爹回来后 你就上门来下聘礼 这门亲事就算定下了 于李水接过银梁 高兴得几乎找不着北了 连声称谢 他也怕在这逗留久了漏现了 随便应付了两句 就匆匆告辞离开了 话分两头 安学李在于李水的房间里 睡得昏昏沉沉 一觉醒来 已经是次日清早了 安学李一看天光大亮 大叫一声 不好 坏事了 赶紧翻身下床 就在这么个时候 于李水笑嘻嘻走了进来 哟 表哥 你醒了 昨晚休息地可好 安学李很是恼火 但也不好发作 只得换了一身衣裳 匆匆赶往许秀才夹 许母这时候 正在给乡林梳妆打扮 忽然家婆来报 安公子求见 许母听了一愣 哪个安公子 家婆回到 那人自称是安园外的儿子安学李 许母听了大惊 昨天安公子不是来过了吗 今天怎么又来一个安公子 许母急匆匆来到大厅 只见安学李已经在那里等候了 只见眼前的年轻人相貌堂堂气宇轩昂 眉宇之间自带风流韵色 叫人越看越喜欢 安学李一看许母来了 赶紧上前失礼 伯母在上 晚生有礼了 许母见了 甚是欣喜 但也有些起了疑心 你说你是安学李 且把你的家事说 与我听听 安学李不敢怠慢 将家中的情况 一五一时叙说了一遍 许母听罢 见他温文尔雅 谈吐不凡 知道眼前这位就是安学李无疑了 于是问道 既然你是安学李 为何昨天不来 安学李赶忙回道 啊 昨天在表哥家吃酒务事 睡过了时辰 所以才姗姗来迟 望望伯母见谅 话音刚落 许母犹如当头一霸 被打得眼前发黑 灯石昏了过去 家仆丫鬟们赶紧过来抢救许母 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乡林怎么能够不知道呢 就在大家拼命抢救许母的时候 乡林独自在房中垂泪 如今坏了名声 还有和脸面苟活人事 乡林扯下一段长陵悬在房梁上面 就这样自尽了 等许母苏醒过来 再返回头去找乡林 一见眼前的残景 煞石扑倒在乡林的尸身上 放声痛哭 第二天 许秀才打外地回来了 一进家门 就感到气氛不对 再一看女儿躺在棺果里面 历时心如刀割肝肠寸断 徐母也不敢隐瞒 只得将事情的经过 原原本本续说了一遍 许秀才听罢 气得火冒三丈 好你个姓安的 逼死我家女儿 断不能轻饶你 当即写下状旨 就要状告安学礼 徐母知道 安学礼是无辜的 但是许秀才正在气头上 谁也不敢阻拦 只好任由她去了 大和县令金无貌 是个爱财的贪官 许秀才早就暗地里 给金无貌送去了 五百两文银 势必要置安学礼于死地 所以金无貌声唐 不容安学礼辩解 直接就命令牙役 狠狠给我打 可怜安学礼一个文弱书生 怎么经得住这顿毒打 被打得皮开肉战鲜血淋淋 最后只得承认自己贪财起义 去而复还 逼死相邻 牙役将晕倒的安学礼的手掌抓起来 在供词上面画压按了手印 金无貌接过供撞 得意洋洋地笑了 将安学礼打入死牢 带批文下来后 就地处决 开封府引刑台德 看过金无貌成帝上来的卷宗 不觉眉头紧锁 这位刑大人刚正不阿执法如山 是个万民敬仰的好官 刑大人在安学礼的卷宗里发现了端倪 既然湘林与安学礼已经定亲了 他又何必逼死湘林呢 再说了 许母投天已经给了安学礼五十两文银和金银首饰 他第二天怎么会再次来到许家呢 天底下恐怕没有如此愚蠢的贼人吧 想到这 刑大人命令校尉将安学礼提到开封府衙 他要亲自审问 没过多久 安学礼被带到了开封府衙 安学礼知道刑大人是个清官 这是自己活命的好时机 一上来就高呼冤枉 刑大人说道 安学礼不要着急 有什么冤屈慢慢讲来 本府自当为你做主 安学礼就将许伯怎么到祠堂通告 他又怎么到姑母家借衣服 表弟鱼里水怎么挽留他吃饭 又怎么将他灌醉 前前后后的事情叙说了一遍 刑大人听罢 沉思了片刻 嗯 这件案子鱼里水脱不了干系 来呀 将鱼里水给我积拿归案 校尉得令而去 再说 鱼里水白得了五十两文银 和一包金银首饰 心底乐开了花 这小子平日里就不干好事 专好喝酒赌钱 流连于烟花柳相 经个得了 这么一笔不易之财 那还不得去快活快活 鱼里水先在酒楼里 点了一桌好酒好菜大吃了一顿 然后去逍遥楼找了个姑娘 快活了一番 心满意足之后 又钻进了赌方 一完就上瘾了 直到输了个金光 才垂头丧气走了出来 现在身无分文怎么办呢 哎 不是还有一包首饰吗 我怎么把这茶给忘了 鱼里水拎着首饰 就跑到了金店 把首饰往柜台上面一扔 掌柜的 给个价吧 店掌柜打开首饰包 一一轻点 就在这么个时候 突然闯进来几个校尾 一把抓起鱼里水 走吧 跟我们走一趟 鱼里水吓得魂飞魄散 哆哆嗦嗦 官爷 我犯了什么事 抓我作甚呢 校尾也不作答 到了府衙你就知道了 说话间 将柜台上的首饰一并带走 这是罪证 我们拿走了 店掌柜被吓得目瞪口呆 大气都不敢出 等于李水被带到府衙大堂 一看安学礼 许母都在场 历时明白了一切 完了 这下全完了 许母一见于李水 恨得咬牙切齿 大声斥骂 就是这个狗贼子 坏了我家女儿的名声 大人断不可轻饶他 行大人一拍经堂墓 于李水 你可知罪 于李水下得真魂出窍 赶紧跪倒磕头 小的知罪 小的知罪 大人饶命啊 行大人怒目原睁 哼 现在小的知罪 晚了 你冒充安学礼 毁坏乡林名声 世上岂能容你这等不法之徒 来呀 把他打入死牢 校尾得令 把于李水拖下去了 紧接着行大人将金无帽叫了上来 金大人 你可知罪 金无帽下得体如筛康瑟瑟发抖 下官知罪 下官知罪 行大人冷笑一声 好你个金县令 贪赃枉法 不分青红皂白 草菅人命 大河县有你这种贪官 老百姓不知要遭多少罪 来呀 将他的官帽掳去 发配边疆 校尾上来不由分说 掳去了金无帽的官帽 狠狠地把他拖下去了 然后行大人把许秀才叫了上来 说道 你丧女悲痛 本来可以理解 但是不该挤火攻心 胡乱诬告安学礼 险些铸成大错 你可知罪 许秀才惭愧地点点头 大人训诫的急事 小得知罪了 行大人说道 我罚你出淫五百两位 安学礼修缮房屋购置田产 以此抵罪 你可愿意 许秀才一听 连忙点头 小得愿意 谢大人宽待 最后 行大人将安学礼叫了上来 安公子 只怪你处事不周 不知人心险恶 才遭此劫难 以后要多加提防 小心处事 知道了吗 安学礼赶紧失礼 大人的教诲 晚生一定鸣刻在心 莫齿不忘 行大人点点头 好了 你回家去吧 安学礼拜别行大人 又向许秀才许母 深深失礼 刚刚走出府衙 许秀才匆匆忙忙 追了上来 安公子 请留步 安学礼赶紧停住了 伯父 还有何事 许秀才说道 刚才在大堂上面不便多说 我有个外甥女 至今尚未婚配 我有意将她许配给你 你可愿意 一句话倒是让安学礼呆呆地愣在了原地 话说在大宋年间 遍良城外有个小镇子 镇子上有个老木匠 名叫鲁三通 这鲁三通祖上三代都是木匠出身 传到她这一代 木工手艺已经是炉火纯青 镇子上的人都说 鲁三通做的木工活迹 那简直是鬼斧神工 即便是普通的木料 到了她手里 也能变得价值连城 因此 鲁三通的名声远扬 找她做木工活的人 络绎不绝 这日鲁三通正在家中忙碌 忽然门外传来一阵喧哗声 他放下手中的活迹 走出门外 只见一个衣着华丽的富商模样的人 带着几个家丁 正站在他家门前 那人一见鲁三通 便拱手施礼道 敢问可是鲁三通大师 鲁三通回礼道 正是小人 不知贵客上门 有何贵干 那富商笑道 久闻鲁大师木工手艺天下无双 今日特来请大师 为我打造一件家具 鲁三通忙道 贵客请进 咱们屋里详谈 将那富商让进屋里 奉上茶水 鲁三通问道 不知贵客想要打造何样家具 那富商道 我想请大师为我打造一张床榻 但这床榻非同一般 须得按照我的要求来 鲁三通道 愿闻其详 富商便从袖中取出一张图纸 递给鲁三通 鲁三通 接过图纸一看 只见上面画着一张床榻的样式 雕花镂空 十分精美 但奇怪的是 床榻的四角 却分别雕刻着四只鬼怪的头像 面目猙獰 栩栩如生 鲁三通心中一脸 抬头问道 贵客 这床榻为何要雕刻鬼怪头像 那富商神秘一笑 道 实不相瞒 我家宅中近日有些不太平 夜半十分常有异想 听闻鬼怪最怕木工 特别是像鲁大师您这样的高手 因此 我想请大师在床榻上雕刻鬼怪头像 以震慑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鲁三通闻言 心中虽然有些不悦 但想到这是一桩生意 便也没有多说什么 他点了点头 道 既是如此 我便依贵客要求去做 只是这工钱 富商白手道 工钱不是问题 只要大师能将床榻做好 我必有重谢 谈妥了工钱和交货日期 那富商便带着家丁离去了 鲁三通送走客人后 便开始着手准备材料 打造那张床榻 几日之后 床榻已经打造得差不多了 只剩下最后的雕刻工作 这日晚上 鲁三通正在登下雕刻鬼怪头像 忽然听得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他放下手中的雕刻刀 走出屋外查看 却只见一个衣衫褛褛的乞丐 正一瘸一拐地向他走来 那乞丐走到鲁三通跟前 伸出一只破碗 道 好心人 给口吃的吧 鲁三通见状 心生怜悯 忙转身回屋 端了一碗剩饭 出来递给乞丐 那乞丐接过饭碗 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鲁三通见他可怜 便又问道 你这腿是怎么回事 乞丐咽下口中的饭菜 道 不瞒恩公说 我这腿是被人打断的 鲁三通其道 何人如此狠心 竟将你的腿打断 乞丐道 实不相瞒 我原本是个游方道士 因得罪了当地的恶霸 才落得这般田地 鲁三通文言心中一动 道 你既是道士出身 想必懂得些法术驱邪之术 乞丐苦笑道 恩公说笑了 我如今这般模样 哪里还有什么法术可言 鲁三通正欲在问时 忽然眼尖地发现 那乞丐脚下踩着的破碗中 竟然反射出一丝悠悠的绿光 他心中一惊暗道 这破碗中莫非有什么古怪 想到这里 他假装打了个哈欠道 哎呀 夜深了 我也有些困了 你且在此处歇息一晚 明日再走吧 说罢 鲁三通转身回屋 关上了房门 回到屋中后 他并没有立刻睡觉 而是悄悄地从窗户缝中向外张望 只见那乞丐吃完饭后 便靠在墙角闭目养神 不一会儿便传来了均匀的呼吸声 鲁三通见状 心中一动 轻手轻脚地走出屋子 绕到那乞丐身后 他仔细一看 顿时吓得魂飞破散 只见那乞丐脚下的破碗中 竟然成着一团绿油油的鬼火 而那鬼火正随着乞丐的呼吸 呼明呼暗 鲁三通心中暗道 不好 这乞丐并非凡人 他莫非是来害我的 想到这里 他不敢再多留 连夜收拾了行李 从后门溜了出去 鲁三通一口气跑出了几里地 才敢停下来歇息 他回头望去 只见远处的小镇 已经若隐若现 看不真切了 他心中暗道 好险好险 幸亏我跑得快 否则今日恐怕就要命丧那乞丐之手了 想到这里 他忽然想起 那富商委托他打造的床榻 他心中暗道 那床榻上雕刻着鬼怪头像 莫非与那乞丐有关 不行 我得赶紧回去 将那床榻毁了才行 逐一打定 鲁三通便转身向小镇方向走去 然而就在他即将走到小镇时 却忽然发现 前方不远处站着一个人影 他仔细一看 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原来那人影正是那个乞丐 那乞丐见到鲁三通也不说话 只是冷冷地盯着他看 鲁三通被盯得心里发毛 正欲转身逃跑时 却忽然听到 那乞丐开口道 你为何要逃 鲁三通闻言 心中一领暗道 他果然不是凡人 他莫非已经知道了我的心思 想到这里他强装镇定道 我 我家里有急事 需要回去一趟 那乞丐冷笑道 你家中有急事 怕是回去送命吧 鲁三通闻言大惊失色道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要害我 那乞丐道 我乃是鬼插奉命前来捉拿逃犯 你可知罪 鲁三通闻言 如坠冰窖心中一片冰凉 他颤声道 我 我何罪之有 那乞丐道 你可知 那富商为何要你打造床榻 并雕刻鬼怪头像 鲁三通摇头道 我 我不知 那乞丐道 那富商家中闹鬼 原本是想请你去捉鬼 然而 你却贪图钱财 将鬼怪头像雕刻在床榻上 企图以此震慑鬼怪 殊不知这样做反而激怒了鬼怪 让他们更加猖狂 你可知这样一来 会有多少无辜之人 因此受害 鲁三通闻言 如梦初行 悔不当初 他跪倒在地 磕头如捣蒜道 鬼差大人饶命啊 小人知错了 小人愿意将功赎罪 帮助捉拿鬼怪 那乞丐见状冷哼一声道 念你 尚有悔改之心 这次便饶了你 速速随我回去捉拿鬼怪 将功赎罪 说吧 那乞丐转身向小镇走去 鲁三通不敢怠慢 连忙爬起来跟了上去 故事未完待续 鲁三通紧紧跟随着那乞丐模样的鬼差 心中忐忑不安 他边走边想 这鬼差大人究竟要如何捉拿鬼怪 我又能帮上什么忙呢 他心中虽然疑惑 却也不敢多问 只能默默地跟着走 不一会儿 两人便来到了小镇的郊外 此时夜色已深 四周一片寂静 只有偶尔传来几声犬吠和重鸣 鲁三通环顾四周 只见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清楚 他心中不禁有些害怕 下意识地往鬼差身边靠了靠 那鬼差似乎察觉到了鲁三通的紧张 开口道 你无需害怕 有我在此 鬼怪不敢近身 说吧 他从怀中摸出一张符咒 口中念念有词 然后将符咒往空中一抛 只见那符咒在空中燃烧起来 发出微弱的黄光 将周围的黑暗驱散了一些 鲁三通见状 心中烧定 他仔细观察那符咒 发现上面画着一些奇怪的符号和图案 似乎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 他心中暗道 这符咒果然非同一般 不知能否助我逃过此劫 就在这时 那鬼叉忽然停下脚步 指着前方道 你看那里 鲁三通顺着鬼叉手指的方向望去 只见前方不远处 有一座荒废的庙宇 庙宇的大门紧闭着 门前杂草丛生 显然已经很久 没有人来过了 然而奇怪的是 庙宇的屋顶上 却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绿光 与周围的黑暗 形成鲜明的对比 鲁三通心中一惊 暗道 那绿光 莫非就是鬼怪的踪迹 那鬼插点了点头道 不错 那绿光 正是鬼怪的阴气所化 我们快些过去看看 说吧 他当先向庙宇走去 鲁三通不敢怠慢 连忙紧跟其后 两人来到庙宇前 只见那绿光更加明亮了 似乎是从庙宇内部透出来的 鬼差上前一步 推开庙宇的大门 一阵刺骨的寒风 夹杂着浓重的腐臭味 扑面而来 让鲁三通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他定了定神 壮着胆子 往庙宇内看去 只见庙宇内 供奉着一尊 破败不堪的神像 神像身上 布满了厚厚的灰尘和珠网 早已看不出原来的模样 而在神像前方的供桌上 却摆放着一盏 绿油油的油灯 那油灯散发着微弱的绿光 正是之前在外面 看到的阴气来源 鲁三通心中暗道 这油灯好生古怪 莫非其中藏着什么鬼怪 那鬼差走到供桌前 仔细观察那盏油灯 他看了片刻 忽然伸手向油灯摸去 鲁三通见状大惊失色 生怕那油灯中藏着什么机关 会伤到鬼差 然而就在他想要出烟提醒时 却已经来不及了 只见鬼差的手 已经触碰到了油灯 然而意想中的机关 并没有发动那油灯 反而变得更加明亮了 紧接着从油灯中 挑出一缕青烟青烟 在空中凝聚成一个人形 模样争獰可步 正是之前富商要求 雕刻在床榻上的鬼怪之一 那鬼怪一出现 便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向鬼差扑去 鲁三通见状 吓得魂飞魄散 想要逃跑 却发现自己的双腿 仿佛被钉住了一般 动弹不得 然而就在这时那鬼差 却忽然身形一闪躲过了 鬼怪的攻击 紧接着他从怀中摸出一张符咒 贴在鬼怪的身上 那鬼怪被符咒贴中 顿时发出一声惨叫 化作一缕青烟 消散在空气中 鲁三通见状 大喜过望暗道 原来这鬼差大人如此厉害 有他在身边 我还怕什么鬼怪 那鬼差解决了鬼怪后 转身对鲁三通道 这妙语中 还有其他的鬼怪 我们需要将其一一捉拿 以免他们继续为祸人间 鲁三通文言 连忙点头称是 接下来 两人便在庙宇中四处搜寻 很快便找到了其他的鬼怪 并将他们一一制服 经过一番努力 庙宇中的鬼怪 终于被清除干净 那鬼差对鲁三通道 今日之事你功不可没 我会将你的表现 上报给阎王老爷日后 定有后报 鲁三通文言大喜 跪倒在地磕头道 多谢鬼差大人提拔 小人日后 定当更加尽心尽力 为大人效力 那鬼差点了点头道 如此甚好 你且回去吧 日后若有需要 我会再来找你的 说吧 他转身向庙宇外走去 鲁三通不敢怠慢 连忙爬起来跟了出去 两人一前一后走出了庙宇 很快便消失在了夜色中 经过这次奇遇 鲁三通再也不敢贪图钱财 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了 他回到家中 将那张上未完成的床榻烧毁 然后重新开始了他的木工生涯 从此以后 他变得更加勤奋努力手艺 也越来越精湛 很快就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木工大师 而那个神秘的鬼差 也再也没有出现过 不过每当夜深人静时 鲁三通总能听到窗外传来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似乎是有人在滴雨 他心中明白那是鬼怪 在作祟 不过有了之前的经历 他已经不再害怕了 他相信只要自己行得正 坐得端那些鬼怪 就无法伤害到他 就这样 鲁三通凭借着自己的手艺和胆识 在木工行业中闯出了一片天地 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传奇人物 而关于他和鬼差捉拿鬼怪的故事 也被人们口口相传 流传至今 富阳县城有一位青年 名叫贺望清 原本在朝为官 因为贺望清刚正不阿 非常耿直 得罪了权相 被罢免了官职 回到了老家 这天风和日丽 晴空万里 贺望清独自来到了玉湖游览 但见千顷碧波 波光凛凛 杨柳依依 景色甚是宜人 贺望清一时兴起 就拿出随身携带的玉笛 吹奏了起来 就在这时候 忽然湖面上有一艘小船滑过来 一个丫鬟打扮的少女站在船头 朝着贺望清呼喊 喂 我说吹笛的这位公子 我家小姐请公子上船一叙 不知你意下如何 贺望清看那丫鬟打扮得非常得体 心说 想必那小姐一定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 于是带着几分好奇和期待 踏上了小船 贺望清走进船舱一看 只见里面坐着一位面容娇好的姑娘 年纪不过十八九岁 举止端庄 气质优雅 贺望清赶紧失礼 说道 小生贺望清拜见小姐 敢问小姐方明 小姐请贺望清坐下 这才做了自我介绍 原来小姐名叫香雪 是礼部员外郎刘大人的独生女 正要回老家看望年迈的祖父 小船行至此处 香雪姑娘被贺望清婉转悠扬的嫡声所吸引 这才吩咐丫鬟 请她上船来一叙 两人认识后 就相对而坐 一边匹名相察 一边聊天 这不聊不打紧 一聊起来 两人越谈越投机 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渐渐地 两颗年轻炙热的心灵 越走越近 就悄悄撕定了终身 贺望清身上有两块精美绝伦的杨之玉 就拿出一块杨之玉 送给了香雪 作为定情的信物 香雪就把自己心爱的一对玉玲珑 拿出一只送给了贺望清 留作纪念 嘱咐贺望清一定要来她家提亲 贺望清让香雪放心 自己绝不会辜负于她 眼看时候不早了 两人这才依依不舍 洒泪分别 香雪回到老家复养后 前来刘府提亲的媒婆络绎不绝 都快把香雪家里的门槛给踏平了 但是香雪早已心犹所属 心中只有贺望清一人 所以将那些前来提亲的都给回绝了 刘大人只有香雪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把她视为掌上明珠 可以说是对香雪百依百顺 刘大人眼见女儿一天天大了 都说女大不中流 可是女儿眼光这么高 那么多上门提亲的 她一个也看不上 刘大人心中也不免案子交集 话说这一天 刘府外面来了一个公子哥 他自称早就与香雪小姐有约在先 刘大人听了就是一愣 心说是何等人物 竟然能够将自己的宝贝女儿给迷住 当刘大人走到大厅 看见那位公子哥的时候 灯时眼前一亮 但见眼前的公子哥面如关玉 目若朗星 端蒂生得英俊不凡 刘大人看了很是喜欢 但还是有些不放心 就有意想考考他的才学 于是随口问了几个典故 没想到公子哥对答如流 刘大人满意地点点头 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香雪得到消息 就急匆匆赶到前厅 躲在屏风后面偷偷观桥 一看眼前的公子哥 正是他朝思暮想的贺望清 刹那间 香雪是喜不自禁 心里砰砰跳个不停 犹如小鹿乱撞 于是悄悄告诉父亲 这位就是他的义中人 刘大人对贺望清欣赏有加 当即就认下了贺望清这位姑爷 就把他留在了府中 这天晚上 贺望清悄悄走进了香雪的房中 两人久别重逢 自然是满心欢喜 香雪叫了一声贺公子 随即扑倒在他怀中 两人互诉忠常 一时间情不自禁 就要欲行云语之欢 就在这时候 突然嗖的一声 窗外飞进来一只飞镖 冲着贺望清的面门打来 贺望清虽然不会武功 但是也会两下子 顿感脑后恶风不善 一个急闪身 飞镖贴着他的鼻尖飞了过去 不偏不倚 正好定在床上的横梁上面 煞时间 两人惊出了一身冷汗 贺望清赶紧翻身下床 跑到屋外查看 可是扔飞镖的人 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贺望清摘下飞镖 只见上面刻着一个燕字 香雪看到这个燕字 不由地张大了嘴巴 脱口而出 难道是他 贺望清赶紧问道 这扔飞镖的究竟是什么人 此人好大的胆子 竟敢夜闯刘大人的府邸 香雪这才倒出了实情 原来离这县城不远 有一座老黑山 山上聚集了一伙强人 为首的头领名叫陈海川 由于他武功高强 尤其是轻功极其了得 江湖人送了他一个绰号 云忠燕 陈海川手下有百十来号弟兄 他们校聚山林 打家劫舍 劫富济贫 官府几次出动官兵进行围剿 都不能奈何于他 没想到今晚云忠燕竟然胆大妄为 夜闯刘大人府上 云忠燕擅长打飞镖 百发百中 而且云忠燕所使用的飞镖 与众不同 乃是用生铁精筑而成 锋利无比 在飞镖的尾端 还刻着一个细小的燕字 表明乃是云忠燕所特有的 刘大人得知此事后 吓得浑身颤抖 因为他听到传言 云忠燕早就放出话来 要到县城抢一位财貌双全的女子 做她的压债夫人 所以刘大人非常担心 万一有什么闪失 女儿和贺望清的婚事不就黄了 想到这 刘大人决定尽快为他们两人完婚 事不宜迟 刘大人找人给女儿女婿订了一个黄道吉日 因为香雪和贺望清是在湖上的游船中相识 于是香雪就想在船上举办婚礼 刘大人百般宠爱女儿 女儿想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于是刘大人立刻答应了下来 听说刘大人的女儿要在船上举办婚礼 到了婚礼这一天 当地的老百姓纷纷跑来看热闹 很快就把美丽的湖畔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放眼望去 只见一艘气派的大观船上 大红的灯笼高高挂起 另外还有几艘小船在一旁守护着 只听见大船上面管乐其奏 锣鼓喧天 热闹非凡 婚礼开始 只见新郎新娘身穿鲜艳的喜福 神采奕奕走上船头 就在两人即将弯腰拜天地的时候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吵闹声 但见一艘小船如同离弦之箭 朝着大船飞快地驶来 小船的船头站着一个少妇 在少妇的身后 还站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待小船靠近 船头的少妇点指新郎 高声叫骂 贵旺财 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抛下你的妻儿不管不顾 竟然偷跑到这里 迎娶别的女人 老天爷你若是有眼 就一雷劈死这个不要脸的衣冠禽兽 少妇边骂边哭 身后的小男孩也跟着一块哭 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这下围观的老百姓炸开了锅 议论纷纷 说什么的都有 香雪听到骂声 猛地一把扯下了红盖头 只见眼前的新郎贺旺青 面红耳赤 局促不安 香雪抱贺一声 你究竟是谁 新郎说 我就是贺旺青啊 不信你看看这是什么 说吧就拿出了那只玉玲珑 香雪接过一看 果然和自己的那只玉玲珑相配 香雪随即拿出了当初贺旺青送给她的杨之玉 就问新郎 你的那块杨之玉呢 新郎一脸地尴尬 说道 不瞒你说 我赶来的路上 坐船时不小心落水了 不慎将杨之玉掉进了水中 就在这时 小船上的女人带着孩子登上了大船 女人一把薅住新郎的衣领 历生呵斥 贵旺财 你个猪狗不如的东西 家里孩子饿得哇哇直哭 你不管不问 还有脸在这片昏 少父身后的男孩紧紧拽住新郎的衣角 哭着喊道 父亲 我们回家吧 刘大人见此情形 怒不可遏 猛地一拍桌案 历生喝道 贺旺青 你好大的胆子 原来你早就成家了 孩子都这么大了 竟敢来骗我女儿结婚 我看你是活腻味了 来人哪 给我拿下 把这个畜生扭送衙门 一定要严惩不待 这边家仆一拥而上 将新郎捆了个结结实实 就当大家稍稍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突然那边传甲板上传来一阵尖叫 原来香雪发现自己被骗婚后 羞愧难当 一时想不开 趁着大家没注意 就纵身跳进了湖中 刘大人大惊失色 赶紧吩咐家婆打捞 可是哪里还有香雪的身影 香雪跳进湖中 连敲了几口水 感觉有一双大手 抓住她的发际 网上提了一下 然后 什么都不记得了 等香雪清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躺在一辆大车里面 对面坐着一个黑大哥 短衣打扮 再往脸上看 一脸的横肉 留着落腮胡子 看了叫人甚得慌 香雪吓得瑟瑟发抖 蜷缩在角落 颤抖地问道 你是谁 要干什么 黑脸汉子邪逆看了一眼香雪 平静地说道 小姐一定听说过云中燕的名号吧 香雪听罢 灯石吓得魂飞魄散 战战兢兢地说 你 你就是云中燕 黑脸汉子冷笑一声 反问道 难道我长得不像吗 香雪心说坏了 怎么落在了她手里 于是壮着胆子问道 你要带我到哪里去 想要干什么 云中燕微微一笑 姑娘莫要惊慌 我绝不会害你 等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香雪定了定神 看到云中燕 并确实没有胆意 就斗胆问道 那晚飞进房中的飞镖 一定是你所谓了 云中燕 微微点点头 回道 没错 那晚的一记飞镖 的确是我甩出的 我还告诉你 你结婚那天 前来抢新郎的少妇 和她的孩子 也是我带来的 香雪听罢 惊得瞠目结舌 大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云中燕看了一眼香雪 却没有答话 就在这时候 大车经过了几道关卡 最后停在了一个山寨前面 大车刚刚停稳 一些喽啰立马迎接了上来 热情地打招呼 啊 头领回来了 云中燕 微微点头 带着香雪走进了一间屋子 刚刚走到门口 忽然屋里传来了婉转悠扬的笛声 那笛声如气如素 甚是凄凉悲惨 香雪听了就是一愣 这不是贺望清的笛声吗 她怎么会在这里 香雪赶紧冲进屋里一瞧 刹那间惊愕不已 只见床上躺着一个人 脸上身上缠着绷带 香雪仔细观桥 那人就是与自己私定终身的贺望清 手里还握着玉笛 香雪看到心上人如此惨壮 不由得心如刀割 泪水夺矿而出 贺公子 你怎么了 怎么会这样啊 贺望清安慰香雪 笑着说道 莫要悲伤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但香雪止住了哭声 贺望清这才倒出了实情 原来贺望清有个表哥 名叫贵望财 两人年纪相当 最神奇的是 两个人长得极其相似 如果他们一起走在外面 旁人一定以为他们是孪生兄弟 贺望财是有名的轻浮浪子 不学无术 成天游手好闲 这天贺望清和表哥在一起喝酒 贺望清有些喝多了 就把自己和刘大人的女儿香雪 私定终身的事情 说了出来 还把香雪送给他的玉玲珑拿出来 在贵望财面前炫耀 贵望财顿时就起了歹意 决定顶替表弟贺望清 去和香雪姑娘结婚 做刘大人的成龙快婿 享受荣华富贵 这天贵望财假意邀请贺望清 去郊外登山赏景 贺望清不知道是贵望财的阴谋诡计 就爽快地答应了 两人刚刚走到山腰处 贵望财趁其不备 一把将贺望清推下了山崖 该着贺望清命大 被一棵老槐树挂住了一脚 捡回来一条命 恰巧那天云忠燕上山打猎 抬头一看 有货 怎么树上挂着一个人呢 于是赶紧将他救了下来 云忠燕将贺望清带回山寨疗伤 就问他 你怎么会跌落山崖呢 贺望清面对救命恩公 也没有隐瞒 就把表哥贵望财 怎么陷害自己的事情说了一遍 云忠燕听罢 灯石火起 啪的一下 将桌子拍得粉碎 天底下竟有如此歹毒之人 我绝不轻饶了他 云忠燕要贺望清安心养伤 自己去会会这个狼子野心的贵望财 那晚贵望财又骗香雪上床 眼看就要得手了 云忠燕为了保住香雪姑娘的清白身躯 情急之下 甩出一记飞镖 就是在警告贵望财 不要胡来 贵望财骗过了刘大人和香雪 眼看就要和香雪拜堂成亲了 云忠燕悄悄将贵望财的老婆孩子 从老家接到了这里 就是要当众揭穿贵望财的丑陋嘴脸 听到这 香雪终于明白了 自己原来是被贵望财那个王八蛋给骗了 要不是云忠燕暗中搭救 自己早就被贵望财那丝玷污了清白 香雪赶紧跪拜云忠燕 多谢大侠救命之恩 云忠燕赶紧将香雪搀扶起来 呵呵一乐 姑娘 这可使不得 我承受不起啊 你是堂堂的刘大人的女儿 我乃是一个草寇 这叫我怎么担待啊 怎么样 香雪姑娘 我没有骗你吧 别看我长得凶 可是我云忠燕从来没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 一句话把大伙都逗乐了 香雪和贺望清再次败谢了云忠燕的救命大恩 香雪就留在山寨 精心照料贺望清 过了两个多月 贺望清的伤终于养好了 云忠燕派人将他们送回了刘府 刘大人看到女儿平安归来 大喜过望 香雪又将贺望清介绍给父亲 说他才是自己心中的如意郎君 刘大人看到贺望清一表人才 温文尔雅 很是高兴 则良辰即日 为女儿和贺望清举办了隆重的婚礼 小两口结婚后恩恩爱爱 生活得非常幸福 后来在岳父大人的举荐下 贺望清当了兵部侍郎 贺望清没有忘记云忠燕的救命大恩 就向朝廷说明情况 招安了云忠燕 云忠燕也不愿意一辈子顶着个山大王的名声 于是带领弟兄们从了军 云忠燕凭借过硬的本领 后来屡历战功 一只做到了大将 一时风光无两 明朝时期 广州府往北的方向 有一座白云山 它是九连山脉的南岩部分 素有南岳第一山之称 据说每到秋季 山间常有白云冉冉升起 使山上变成白漫漫的一片 整个山峰犹如面纱笼罩 于是因而得名白云山 在白云山的山脚下 有一个村子叫朱家庄 这个村子虽然不大 不过庙宇却有很多 除了真武庙 龙王庙 武道庙 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 村里还有一座狐神庙 到了每年的农历4月18日 村里的乡亲们都会举行庙会 届时各地小商小贩乘机来做生意 整个村子就显得热闹非凡 不得不说 村长朱福贵确实有头脑 他组织村民一起动手 在村里修建了一条宽敞的道路 后来这里不仅有做生意的 耍杂技的 说书的 演马戏的 各种五花八门迎圣 都聚集在这条路上 因此这里又被称作风华街 在朱家庄有一个男子叫朱显 独县 他也在这条街上靠卖鱼为生 因为平时诚信经营 做事又细心 每天来买鱼的顾客络绎不绝 一位卖草鞋的贩子 见朱显忙得大汉淋漓 便在一旁取笑道 卖鱼就卖鱼 收了银子 把鱼卖给别人 何必要自己动手呢 朱显抬头笑了笑 继续宰着手里的鱼 等那些鱼清理干净 手上的活停下来后才说道 有鱼腥味 我宰好清理干净 客人买回去就省了功夫 再说 我宰鱼手法熟练 那些客人就不一样了 他们不小心就会伤着手 那该多不好 草鞋贩子摇了摇头 他觉得跟对方说不通道理 这种费力又不赚钱的活 干了也是白干 谁能领你这个情分呢 每次那些人讨价还价 东西贵了一分甩袖就走人 少了点金两就要跟你拼命 谁又会让你帮着他们宰鱼 就多给你几分钱呢 朱显淡淡一笑也没解释 他做这些看似吃力不讨好 甚至有时候宰鱼出了差错 还要被斥责 不过大家难道没发现 他的卖鱼生意是这条街上最好的吗 难怪父亲以前常说 生意是门学问 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 有的人只看表面 所以惠而不惊 到最后总是做不好 一转身好几年过去了 朱显从八岁开始跟着父亲卖鱼 如今他已经二十出头了 长得身材高大 皮肤有点有黑 相貌看上去也是鹦鹉不凡 就是眼神看着太过老实 即便街上有好看的姑娘路过 他也从来不多看一眼 这一天 朱显正在街上卖鱼 面前的鱼盆里 只剩下最后一条鲮鱼 等卖出去后 他就可以回家休息 然后睡上一觉再等到天黑 他就会去那些渔夫家里收鱼 朱小子 你这条鱼干脆送给我吧 我看你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我家有个小女 今年刚好十八 把她嫁给你如何 旁边一位卖炊饼的老汉说道 这位马老汉是隔壁村的 在这条街上卖炊饼也有两三年了 以前都是走街串巷的卖 随着年纪大了 炊饼担子也挑不动 便跟村长朱富贵那里租了一个固定摊位 让马老汉没想到的是 以前挑着担子从东边卖到西边 卖到天黑还有剩下的 现在有了摊子以后 虽说要交租金 可是不到半天时间 炊饼就卖的一个不剩 马老汉说不上是个勤快人 每次炊饼卖完了 他就在街上闲溜达 倒是练就了察言观色的好本事 哪个人喜欢偷鸡摸狗 哪个人老实本分 他一眼就看穿了 有人笑话马老汉 说他炊饼做得好吃 卖得又快 每天为什么不多做一些来卖 这样岂不是能多赚一些 马老汉听到后摇了摇头 这个时候朱显正好得了空闲 便在一旁插话道 正是因为好吃才不能多卖 旁边人听朱显说完 都跟着哈哈大笑起来 生意人哪有闲多卖的 有钱不赚 岂不是傻子吗 旁人哈哈大笑 马老汉却不以为然 也就在那时候 他注意到了朱显 通过几天观察 他断定这小子看上去老实 实则有着大智慧 通过几天攀谈 马老汉得知 对方还没有婚娶 便有意将自己的小女儿 嫁给对方 马老汉有两个女儿 对于挑戌 他还是有眼光的 他为大女儿挑了一个穷书生 虽然女儿嫁过去 吃了几年苦头 可如今却是县令夫人 朱显听见马老汉 要把小女儿嫁给自己 也没有一口就答应 而是礼貌地回道 马老伯 这是还得问过我母亲 朱显的父亲 几年前不幸去世 现在家中还有老母亲 这种婚姻大事 他肯定要和母亲商量的 另外 母亲的身子虚弱 经常要卧床休息 家里的活一点干不了 如果娶了媳妇 对方能忍受这些 帮着他照顾母亲吗 马老汉点了点头 对方这样说他 反而很欣慰 如果这种事情 都不和家里长辈商量 就随意答应 他岂不是看错了人 朱显捞起鱼盆里的鱼 递给马老汉 笑着说道 马老伯 这鱼送给您吃了 哎 好嘞 你这孩子有眼力见啊 马老汉一脸欢喜地 接过那条帘鱼 看着对方忍不住夸赞了两句 马老汉回到家里 把这件事情和小女儿马芬说了 却不想对方眉头一皱 有些嫌弃地抱怨道 爹 我不想嫁给一个卖鱼的 闻着那鱼腥味 我就受不了 马老汉听了女儿这话 气得怒吃道 你这个丫头 别看人家现在是卖鱼的 日后指不定有大出息呢 马芬不以为然地反驳道 他就是在有本事 也是大字不识 以后能像姐夫一样当大官吗 马老汉被这句话对得哑口无言 他知道朱显是个头脑精明的小伙 将来做生意指不定能发家致富 可这辈子做官却是没有指望了 他心里明白 小女儿之所以眼光高 肯定是嫉妒姐姐做了官夫人 因此也想嫁到官患人家 不过自己的女儿 马老汉最是了解 他的大女儿马兰 从小乖巧懂事 还偷偷学会了识字 因此才和秀才走到一起 眼下这个小女儿 从小性子就古怪 养成了眼高手低的坏毛病 若是给他寻个秀才 对方肯定吃不了苦头 指不定将来还会惹上是非 可富贵人家 哪个又能看上他这个丫头骗子呢 在马老汉看来 朱显不是池中之物 将来一定能有出息 小女儿嫁过去 以后肯定不会吃苦头 另一边 朱显回家和母亲商量以后 母亲心悦同意了这门亲事 他叮嘱儿子说道 孩子 马家不嫌弃我们家 可我们不能让人家女儿受了委屈 你去山里砍些木头 再请几个木匠把屋子翻新一下 等你们成亲也有个新房 好嘞 赶明我卖完鱼 就去山上发些木头回来 朱显见母亲一口答应 也是很开心 毕竟他一个大小伙 谁不想娶个媳妇回家呢 马芬终究还是没见过马老汉 于是他答应了嫁到朱家庄 不过他说自己不会服侍婆婆 以后要是受了委屈 就随时回娘家 马老汉笑着说 这里是你的家 想回来就随时回来 爹高兴来不及呢 不过你嫁到马家以后 家里的活也多少帮衬些 别让人家说闲话 好了 我知道了 马芬对这桩婚事 多少有些不情愿 可是在这个家里 他又坐不住 第二天 马老汉就把这个消息 告诉了朱贤 两人在一起 商量了大喜的日子 本来就定在下个月 可朱贤想着 翻新屋子还要些时日 便说道 马老伯 能不能再往后推迟些日子 等我屋子翻新后 再娶您女儿过门 母亲说不能让她 来咱家受委屈 马老汉一听 欣然同意了 对方这番话 怎么都是为他的女儿着想 于是两家左挑右选 最终大喜之日定在了三个月后 这天朱贤卖完鱼 跟马老汉招呼了一声就回家了 他拿了一把斧头 准备上山砍树 临走前母亲叮嘱道 孩子 这白云山灵性得很 你砍树可以 千万别毁了动物的家 娘 我知道了 朱贤应了一声 母亲叮嘱的这些 他心里有数 打小他就听村里老人说起过 这白云山风鸾重叠 西建纵横 里面的奇珍异兽 不知活了多少年 早年间 还有人在山中遇见过狐仙 不过这些传说 究竟是真是假 没有人知道 只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 那些后辈就听了进去 这些年一直守着规矩 从来不乱乏乱砍 朱贤来到山上后 好不容易找到一棵 适合做房梁的大树 他拿着斧头正要砍石 耳边却听见 有人呼救的声音 怎么好像有人 朱贤有些好奇 急忙寻着声音走过去 很快就发现了 前方有一个身穿白衣的女子 正被一只猛虎 逼得无路可退 后 猛虎嘶吼了一声 朝着白衣女子张牙舞爪 救命啊 白衣女子眼中有些惊慌 他似乎也发现了旁边有人 目光向朱贤看了过来 后 那只猛虎发现他后 呲牙咧嘴地扭头看过来 似乎在警告着他 不要妄动 不过这种情况 朱贤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 只见他手持斧头 对着那只猛虎说道 我告诉你 我可是练过的 再不走的话 就别怪我不客气 猛虎再次逼近了两步 似乎不惧对方的威胁 他张开大口 一排尖锐的獠牙 甚是唬人 姑娘 别怕 等会你躲远些 朱贤冲白衣女子说道 随即握紧斧头 严阵以待 他刚刚说自己是恋家子 倒也不是假话 从小父亲就跟他说 出门在外 肚子里没学问 就得学些拳脚功夫 免得讲不了理还得挨欺负 这时 朱贤耳边呼听一阵狂风呼啸 对面那只斑斓猛虎 朝遍朝他扑了过来 他急忙一闪身 跳到老虎背后 老虎随即移纵身 朱贤又躲了过去 手中的斧头始终对准了老虎 让对方不敢轻易逼近 此时老虎急了 大吼一声 用尾巴向对方打去 朱贤又急忙跳开 并趁猛虎转身的那一煞间 举起手中斧头 运足力气 朝虎头劈砍下去 只听咔嚓一声 蒙虎躲得快 斧头砍在树枝上 枝丫瞬间断裂 掉落在地上 老虎见状兽性大发 不过走畏惧朱贤手中的斧头 于是又向朱贤扑过来 朱贤扔掉半截棒 顺势骑在虎背上 左手揪住老虎头上的皮 右手猛击虎头 没多久就把老虎打得眼 嘴 鼻 耳到处流血 趴在地上不能动弹 朱贤担心老虎还有其他同伴 于是起身拉着白衣女子赶紧逃离 两人一路跑到山脚下 白衣女子却突然停了下来 恩公 谢谢你 白衣女子看着对方 感激地说道 不过举手之劳 姑娘不必客气 朱贤轻轻一笑 刚刚那种情况 她肯定不能见死不救 敢问恩公上山是做什么 白衣女子随意地问了一句 哦 我是朱贤将自己过几个月就要成亲 准备盖心房的事情和对方说了一遍 白衣女子听了以后 眉头一皱 紧接着从脖子上取下一串吊坠 她递到朱贤面前说道 恩公的救命之恩 我无以回报 这个吊坠跟随我多年 今日就送给恩公吧 如此贵重 这可使不得 朱贤赶紧摆手拒绝 她出手救人是出于善良 可不是为了图钱财 恩公还是收下吧 日后你遇到危险 只要将她握在手心 心里默念小仙女 必能化险为夷 白衣女子将吊坠塞到对方手中说道 可是 这 朱贤看着吊坠 在抬头时 却不见了白衣女子的踪影 她四周找了一圈 却仍然没有任何发现 真是奇怪了 难道真遇见了仙女下凡 朱贤摇了摇头 除了手心里那颗吊坠 这一切好像做了一场梦 三个月转眼即逝 朱家的新房子已经盖好 很快就到了两人成亲的日子 朱家庄只要有喜事 每次都非常热闹 此时朱贤已经换上了一套新郎服 站在门口迎接着新娘的花轿子 快看 新娘来了 人群中有人大喊了一声 于是下一秒 那些乡亲们都赶上去凑热闹 朱贤牵着新娘的红丝绳 进屋拜了堂 新娘子被送到新房后 她则留下来陪着客人喝酒 场面十分喜庆 就在朱贤与乡亲们喝得正欢时 谁也没有注意到 一个身材瘦小的男子趁着众人不注意 偷偷溜进了朱家后院 朱贤正忙着给村长敬酒 她好奇地问道 村长 长丰兄弟怎么没来 她口中的长丰是村长的小儿子 比他要小两岁 两人小时候一起长大 关系也还算不错 村长看了看身边 心里疑惑地嘀咕道 奇怪 那小子跟我一起来的 怎么一转眼人就哪去了 朱贤也只是随口一问 并没有太过在意 今日客人多 他还得挨桌去敬酒呢 另一边 朱长丰悄悄来到新房门外 他见房门虚眼 便忍不住想去看看 咯吱 房门发出一声清响 吓得他不敢再有所动作 只好愣在了原地 这时候坐在床边的新娘 却是冷笑道 若不是爹爹要我嫁给你 我才不嫁给你 自进门后 我就闻到了鱼腥味 真是受不了 以后你不洗澡 就进这个门 朱长丰一愣 他知道这是新娘子嫌弃朱贤 不过他不敢出声 想着还是把门关上 赶紧离开这里 就在他要离去时 新娘子又开口说话了 还磨叽什么 你再不过来 老娘可就先睡了 新娘说完 就要掀开红盖头 朱长丰见状 怕对方看清自己 赶紧扑身进了房间 一口吹灭桌上的蜡烛 心急什么 既然嫁给你了 我就是你的人了 以后的日子长着呢 新娘子见蜡烛被吹灭 害羞地说道 朱长丰突然被说得心援一马 眼下这房间黑得身手不见五指 对方一定是把他当成了新郎 若是这样的话 他岂不是可以顺水推舟 朱显喝得鸣顶大醉 半夜的时候 还是母亲喊醒了他 孩子 今天是洞房花烛夜 你别让新娘子久等了 朱显应了一声 随即摇晃着脑袋 来到新房里 他喊了几声 娘子 娘子 我来了 让你久等了 哼 你干什么去了 现在才来 早点睡吧 新娘子气呼呼地说了一句 随即呼呼大睡起来 朱显看着新娘子冷淡的态度 有些不知所措 只好脱了衣服 在床上静静躺着 却是不敢有半点动作 这天 朱显在街上卖鱼 一边用手指数着日子 没想到他成亲已经有半个月了 一旁的马老汉笑道 孩子 你晚上努力一些 尽快让我抱上大外孙 朱显看着岳父 脸上堆着笑 心里却有倒不出的苦水 原来大婚当夜 他喝得大醉 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 妻子说他粗暴 至今不愿与他再发生关系 大婚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他的确是睡在床上 而且妻子的厨子之身已经破了 可昨夜发生什么 他却是没有一点印象 朱显为此事十分苦恼 心里甚至有些自责 都怪当夜太粗暴 一定是伤害了妻子 对方不肯原谅自己 那天卖完鱼 朱显特意挑了一根发簪 准备回家送给妻子 等到了家里 见妻子收下发簪很是开心 他刚要开口 提出夜里同床 妻子马芬 却是抢先开口道 相公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有了 有了 有了什么 朱显一脸纳闷 完全不知道 对房子在说什么 这孩子 芬儿说他肚子怀上了 我马上就能抱大孙子了 朱显的母亲 在一旁笑道 真的吗 这 朱显有些激动 可是又一脸尴尬 自己好像什么都没做 妻子怎么就怀上了 马芬点了点头 随即说道 今天请郎中看了 确实怀上了 所以今天起 我们分房睡 这怎么行 我 朱显听了这番话有些着急 不过话没说完 就被一旁的母亲打断道 芬儿说得对 我也不准你们同房 娘 我听说奶奶庙灵验 若是家里有人在那里 吃斋念佛七七四十九天 将来肯定能生个儿子 不如我搬到那里去吧 马芬突然说道 孙氏听了点头道 没错 村里的奶奶庙确实灵验 不过你怀了身孕不宜劳碌 还是我去吧 娘 你的身子 朱显很是担心母亲的身体 急忙出言阻止道 我身体没事 只要能抱上大孙子 为娘做什么都心甘情愿 你要是有心 就在家里照顾好媳妇 别让她受了委屈 孙氏说道 娘 我知道了 你也注意身体 那里环境艰苦 你要住不下就回来 生儿生语都好 没必要折磨自己的身子 朱显心疼母亲道 瞎说 生儿生语怎么能一样 孙氏气呼呼地跑去收拾行李 打算去奶奶庙常住一段时间 以后每天吃斋念佛 为儿媳祈福 自从孙氏去了奶奶庙 朱显每天就更忙了 晚上要去渔夫那里收鱼 一大早就得拉到集市上贩卖 不过为了生活 再苦再累也得坚持着 时值隆冬季节 这天突然飘起大雪 朱显收完鱼回家 已是深夜 他见家里亮着油灯 心里很是感动 心里想着一定是妻子见他没回家在担心呢 娘子 我回来了 朱显踩着院子里雪地 没到门口就大声喊着 过了一会 马芬打开门探出脑袋 一见好奇地问道 相公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哦 这些天下大雪 渔民们捕渔南了 我就早点回来 想着母亲还在庙里 我得给他送些棉衣棉被 他身子弱 受冻就麻烦了 朱显说着就要进屋 你站住 没洗澡换衣服 不准进来 于心未难闻死了 马芬拦住对方不让进屋 然后嫌弃地说道 你在这等着 我把棉衣棉被给你拿过来 你给娘送过去 行 我不进去 我在这等着 你多拿一些 朱显有些无奈 但还是接受了 你等着 马芬说完 转身去了房间 咦 娘子 你的衣裙怎么穿反了 朱显看着对方的背影 很是疑惑地问道 哦 我刚刚已经睡了 起来得有些匆忙 马芬从柜子里 爆出棉衣 扔给门外的丈夫 先拿这些凑合吧 等明日我再来 整理一些过冬的棉被 过冬 母亲不是住满 四十九天就回家吗 朱显疑惑道 四十九天有啥用 肯定得等到我儿出生才行 祈福是不能断的 马芬白了一眼 随即说道 快送去吧 婆婆说不定在等着你呢 啪 马芬说完就关上大门 没在理会门外的丈夫 朱显有些纳闷 妻子为何变得如此冷漠 而且在看他时 眼神似乎有些惊慌 平时非常注重打扮的妻子 又怎么回把衣裙穿返呢 想到这些 他假意离开家里 等到家里的油灯灭了 他又偷偷前回 刚走到自家窗户边上 就听见里面传来一个男子声音 小宝贝 你对自家相公和婆婆 可真是心狠啊 男子笑道 哼 这还不是因为你吗 谁家那家伙蠢 自己新娘子的床 却让你这个银贼杰族先登了 马芬娇羞地说道 你说谁是银贼 这样说我可不客气了 男子坏笑一声 说完一把抱住对方 朱显在窗外听着里面 没羞没躁的声音 气得是牙齿打颤 双拳握得紧紧 恨不得马上就冲进去 抓住这对狗男女 可是他这个时候闯进 免不了要和对方对峙 那时候局面就不好收拾了 万一一时冲动犯下大错 留下老母亲 谁来照顾呢 哗 屋顶上的鸡血 突然掉下来 砸在朱显的脑袋上 吓得他差点失声尖叫 此时屋内的两人也吓了一跳 赶紧穿好衣服 跑出来查看 咯咯搭 这时鸡棚里一只老母鸡 突然飞跳而起 紧接着有一只白虎窜了出去 外面怎么了 屋里的男人问道 哦 没什么 有只狐狸偷鸡吃呢 应该是受了些惊吓 马芬回道 哼 我还以为是朱显回来了 若是他发现了咱们的事情 我看就一不做二不杀了他 这样我们以后就更方便了 男子冷笑道 杀了他 那我岂不是要守寡吗 马芬语气娇称道 有我在 怎么会让你守寡呢 男子轻笑了一声 此时躲在鸡棚里的朱显 暗道好显 若是刚刚贸然闯进去 说不定还真要遭他们毒手 他能逃过此劫 还真要感谢刚刚那只突然出现在鸡棚的白虎 从鸡棚里走出来的朱显 脸色十分难堪 他喊了几个乡林 准备要抓住这对偷欢的狗男女 砰砰砰 朱显用力敲着大门喊道 马芬 快开门 谁呀 大吵大闹做什么 我已经睡下了 有事明天再说 马芬赶紧穿上衣服 小声对身边的男子说道 你快从窗户跳走 好 你小心应付着 千万别把我们的事情供出去 男子说完 就要从窗户跳走 娘子 是我 我是朱显 你赶快开门 我知道里面藏着其他男人 朱显喊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说我偷人 没想到在你眼里 我是这种不守规矩的女人 呜呜 马芬说着 大声哭了起来 砰 的一声 朱显等不及了 一脚踹开大门 却发现房间里并没有其他人 人呢 他哪里去了 朱显质问道 马芬偷偷偷看了一眼窗户 这一眼都惊呆了 前者是因为奸情暴露满脸惊慌 后者则是没想到和自己妻子有一腿的男人竟是平时里关系不错的兄弟朱长风 两人的奸情被众人当场抓住后 村里的乡亲们纷纷嚷着要让二人进猪笼 村长朱福贵面对大家满脸羞愧 他跪求众人道 此事我儿有错 还请大家看在老朽的面子上 饶了他一条命吧 乡亲们看到这一幕 也不知如何是好 村长朱福贵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如果不是他 朱家庄这个小村庄 哪有今日这般繁华 家家都能过上好日子呢 最后 大家都将目光看向朱显 这件事受伤害最大的就是对方 眼下应该怎么处置 应该由对方说了算 朱显看着一脸羞愧的妻子 然后问道 既然你不爱我 又为何要嫁过来呢 我 马芬想解释几句 可是没说出口 就被打断了 好了 事情已经发生 都是命中注定的 我会给你一纸修书 今后我们两不相干 朱显说完 转身去了奶奶庙 他要把母亲接回家中 这些日子 因为自己的生活 实在委屈了母亲 这件事发生以后 马老汉因为小女儿 做出这种事 感觉无脸见人 便选择了自尽 朱福贵也将朱长风 赶出了村子 并且辞去了村长一职 村长谢职以后 在众人的推举下 朱显成功当上了村长 后来经过他的一系列整改 整个风华街 变得更上一层楼 没过几年 朱显就成了当地 首屈一指的富商 在母亲的催促下 朱显相中了一个 叫林彩儿的女子 三媒六聘以后 两家很快确定了 这门亲事 成亲这一天 朱显在前院向大家敬酒 一个乞丐偷摸了进来 不过很奇怪的是 这个乞丐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大吃大喝 而是悄无声息地 向后院溜了过去 这时 朱显怀中的吊坠 突然有了一丝感应 他马上有了警觉 于是冲大家招呼了一声 也跟着去了后院 就在朱显靠近新房时 刚刚那乞丐却窜到他身后 举起一根木棍砸了下来 朱显察觉到背后有人时 想闪身躲开 已经来不及了 于是一把钻住吊坠 心中默念道 小仙女 能不能救命 就看你了 他心里的话刚默念完 掌心的吊坠 就化作了一道白光 而白光之下 就是当初被他从虎口留下的 白衣女子 砰 只见白衣女子衣袖一挥 那乞丐就被击飞了出去 倒在地上昏迷不醒 姑娘 原来你是朱显看着白衣女子 一脸吃惊地说道 没错 我就是白云山上的小狐仙 当初因为修炼受伤 才被白虎追击 幸得恩公大救 这颗吊坠是用我的牙齿打磨 里面有我的灵气 能感知到恩公的心中所念 小狐仙说道 多谢小狐仙 今日你也救了我一命 朱显感激道 这个朱长风恶性不改 公子还是交给官府处置吧 其他人马上要过来 我就先走了 小狐仙说完 又化作一颗 掉坠落在朱显的掌心 没过多久 这里的动静引来众人 当大家扒开乞丐的长发时 发现此人果然是近日 频繁作案的银贼朱长风 于是赶紧将对方送去了官府 原来自从上次的事情发生后 朱长风贼心不死 又偷偷前回村里 经常趁着有些家庭男人不在时 欺负良家妇女 而那些受伤害的女子 怕事情暴露 总是不敢吭声 朱显得知 此事后想出遗迹 便借成亲这件事 引出这个银贼 没想到这个朱长风果然中计 大喜之事经此一闹 宾客也全都散了 朱显想到新娘子林彩儿 还在房间里 等着自己去洞房 于是她急忙推开门走了进去 娘子 让你久等了 朱显看着坐在床边的新娘子 心里有些激动 说着就拿起桌上的如意秤 挑起了红盖头 当红盖头被掀起 露出新娘子的清澄容颜 她脸色羞红地笑道 相公 我还是喜欢听你叫我小仙女 唐朝永龙年间 在凤鸣山的山脚 有个巴黎庄 巴黎庄有个财主名叫宋万 据说宋万的爷爷 曾经当过唐高祖李渊的卫队长 后来告老还乡 回到了巴黎庄 临行时 皇帝陛下赐给他很多金银珠宝 尤其是将自己非常喜爱的一对笔烟壶 赐给了宋万的爷爷 亦是对他的恩赏 可老话说得好 富不过三代 这话真是不假 宋家传到宋万这儿已经没落了 只能靠变卖家产过日子 宋万本就是个浪荡子 从小就交涉淫逸 挥霍无度 这几年他把能卖的东西 基本上都卖了 除了那对价值连城的鼻烟壶 什么都没剩下 这天半夜 月亮似乎心情不好 早早躲在云彩里睡着了 整个巴黎庄安静极了 只有微风吹过树叶 发出沙沙的声音 正在这时 一声女人的尖叫 打破了庄子的宁静 女人喊道 老爷 快来人啊 叫喊的是宋万的五姨太锦娘 宋万今年不过四十岁 却已经娶了五房仪太太 锦娘是她过了年刚娶进门的 别看锦娘排行第五 可她的受宠程度 前面四位太太加在一起都比不上 所以现在宋家的大拳 已经落在锦娘手中 汗声刚落 在外面伺候的丫鬟小翠就跑了进来 当她看到床上的一幕 顿时吓傻了 原来此时锦娘正趴在宋万身上 不住地哭泣 小翠说 夫人 这是怎么了 锦娘哭着说 小翠 快去请祭祀堂的李郎中 老爷不行了 小翠转身跑了出去 不一会儿 其他人也都闻声赶来 大家听说 老爷不行了 哥哥表情凝重 好半天 小翠才带着李郎中进了屋 李郎中放下药箱 赶忙来到床前 他翻开宋万的眼皮看了看 然后又切了切他的脉搏 站起身摇着头说 晚了 宋园外已经顾去了 一句话 让满屋的人都傻了眼 宋万平日里 身体确实不好 因为他从小就纵欲过度 身体早就累垮了 可要说就这么死了 大家都不敢相信 李郎中看了锦娘一眼说 宋老爷是急火攻心 突发而亡 说完他背起药箱走出了宋府 身后历时哭声大作 整个宅子乱成了一团 正在这时 锦娘突然喊道 都别哭了 这声喊果然奏效 屋内顿时安静下来 锦娘对管家说 宋府 你现在赶快安排人手布置灵堂 宋府应声而去 锦娘又对其他几位仪太太说 几位姐姐 麻烦你们轮流守候在老爷身旁 因为平日里宋万最宠的就是锦娘 宋家的大小事早就由锦娘做主了 几位仪太太也都习惯了 就这样在锦娘的安排下 大家开始忙碌起来 不多时宋府就被一片白色笼罩 在如墨的夜色中显得格外醒目 宋府布置完后进屋 向锦娘赴命 却发现屋中只有几位太太 她在府中找了一大圈 也没有找到 可正当她路过老爷书房的时候 却听到屋里有动静 宋府捏手捏脚向门口凑去 刚到门口 门突然打开了 只见锦娘从里面走了出来 宋府一见 赶忙说道 五夫人 我找了您一大圈 没想到您在这儿 锦娘说 有事吗 回禀夫人 外面已经准备妥当 您过去瞧瞧吧 好 说完锦娘回身关上书房的门 随着宋府走到前院 天一亮 宋万去世的消息 就在四里八乡传开了 刚过了晌午 门口突然来了一大群人 这些人各个脸色阴沉 气势汹汹 一看就是来者不善 宋府一见 心下大惊 因为这些人大部分她都认识 有饭馆的老板 有布铺的掌柜 就连青楼的老保子 也在其中 宋府当然知道 这些人来此的目的 那就是要钱 他家老爷生前 无论去哪玩 都是记账 因此欠了不少的债 这些债主今日登门 肯定是来要账的 宋府赶忙转身 跑回正堂送信 众夫人一听 顿时吓得花容失色 锦娘问宋府 这是我们怎么不知道 宋府低着头说 老爷不让我告诉你们 要是我说出去 就把我辞了 说话间 那些人已经闯进灵堂 为首的正是 复原饭庄的孙老板 他沉着脸说道 敢问现在宋家谁做主 大家同时 把目光望向锦娘 锦娘只好硬着头皮 上前一步道 有什么话 您对我说吧 孙老板上下打量 锦娘一番 然后说 宋老爷生前在我们那可市 欠下不少银子 我们今天来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钱 虽然宋老爷走了 可这账不能黄 所以我们今天 就是过来收账的 锦娘文言定了定心神 说道 孙老板还有各位掌柜 大家请放心 我们宋家还不至于欠账不还 只是现在我们正在办理老爷的后事 还请各位宽限几日 等我们办完事 肯定将欠款还清 孙老板一听 大声说道 那可不行 不是我不信任五夫人 你们宋家的情况 我们都清楚 宋老爷把能卖的东西 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只剩下那对鼻烟壶了 说实话 如果不是看在宋家 还有那对价值连城的宝贝 我们这些人 也不可能让宋老爷 白吃白喝这么久 今天我们一定要拿到钱 锦娘一听 转头和四位姨太太商量道 四位姐姐 你们也都看到了 现在债主上门 今天如果不还钱 肯定是躲不过去了 大家说怎么办吧 此时几位姨太太 吓得陡如筛糠 他们只会偷偷地抹眼泪 早就没了主意 孙老板见对方不说话 催促道 我可告诉你们 今天你们 要么把账还清 要么把那对鼻烟壶给我们 两条路只能选一条 话音刚落 就听门外 一个声音传来孙老板 这话说得有些伤和气了吧 众人回头一看 一个年轻公子正站在门外 只见此人无短身材 样貌倒也不错 可配上满脸的疙瘩 总给人一种望而生厌的感觉 孙老板认出了此人的身份 他赶忙上前施礼道 周公子 是您哪 这位公子姓周 是县城首富周松林的儿子周亮 就因为他满脸疙瘩 大家都管他叫周蛤蟆 周亮说道 孙老板 你可知道 五夫人是我们周家人 按照辈分 他还是我没出五夫的姑姑 孙老板心下一惊 他赶忙对锦娘说 我们不知道 五夫人和周家的关系 多有冒犯 然后又转头对周亮说 周公子 你看这事 周亮撇着嘴说 送园外一共欠你们多少银子 孙老板从怀中掏出一本厚厚的账簿 说道 一共三千两 这上面记得清清楚楚 周亮一笑 道 我还当多少呢 不就是三千两吗 下午 你们到我家去取钱 怎么样 孙老板和众人交换了个眼神 然后说道 既然周公子发话了 我们自然同意 说完 曹锦娘一拱手 道 五夫人 打扰了 我们就此告辞 孙老板带着人转身要走 这时周亮却说道 孙老板似乎忘了点什么吧 说完 眼睛看向那本账簿 孙老板犹豫了一下 还是将手中的账簿交给了周亮 然后带着人走了 宋家人见债主都走了 这才松了口气 锦娘赶忙来到周亮跟前飘飘下败 周亮却双手相掺 她说 姑姑 小侄可受不起您的大礼 要说起来 锦娘还真是周亮 没出五福的姑姑 只不过锦娘家早已落魄 否则也不至于嫁给宋万做小妾 可周松林却是县城里实打实的首富 就连省城都有人家的买卖 一个是落魄户 一个是首富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所以两家人以前一点来往都没有 如今周亮突然来和自己认亲戚 锦娘也不傻 她当然知道 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没准她周亮也是冲着那对鼻烟壶来的 锦娘说 周公子 你可算是帮了我们宋家的大忙了 周亮一笑 这有什么 我们本就是亲戚 姑姑说这话可就外道了 不过呢 锦娘一听 心道不好 她说道 不过什么 周亮一笑 不过呢 俗话说 亲兄弟名算账 我们周家的钱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我今天替你们出了三千两银子 解了你们的燃眉之急 你们怎么报答我呀 锦娘说 周公子想要宋家怎么报答 其实也不难 就是你们家的那对鼻烟壶 刚才孙老板他们可是三千两银子就要一对鼻烟壶 而我则是三千换一只鼻烟壶 怎么样 整整比他们高了一倍 锦娘也是吃了一惊 她回身和几位夫人商量 四位姐姐 你们怎么看 现在咱们宋家可以说是危在旦夕 别说是三千两 就连三百两都拿不出来 我看不如就答应了周公子的条件 先把这关度过去再说 众人面面相去 一句话没说 锦娘接着说 如果大家都同意 我就去回复周公子了 四位姨太太最终都点了头 锦娘来到周亮身前 说道 周公子 我们商量好了 就按您说的办 周亮一听 立刻洗上煤烧 他说 那就这么定了 说着伸出右手 锦娘轻轻从怀中 掏出一个预制的鼻烟壶 放在周亮手中 周亮小心翼翼拿在手里 仔细观察 只见这个鼻烟壶 通体没有花哨的图案 却有一道纹路 贯穿整个湖身 似一条蜿蜒的青龙 正要冲破云霄 周亮把宝贝捧在手心 顿时有种清凉之感 他心道 传说这个鼻烟壶 握在手中冬暖夏凉 看来果然名不虚传 看着周亮出神的样子 锦娘倾咳一声 周亮回过神来 笑道 好东西 锦娘说 周公子 账簿该给我们了吧 周亮尴尬地把账簿 递给锦娘 然后说道 那只鼻烟壶 锦娘说 周公子 老爷的后事还没办完 您先回去 等我们处理完家事再说 周亮虽然有些不情愿 可看着手中的鼻烟壶 还是扭着性子答应了 然后他一转身 志得意满地走出了送府 到了晚上 锦娘偷偷换了衣服 外面照了一件黑色长袍 坐上一圣小轿 直奔县城的四海钱庄 到了四海钱庄的门前 锦娘下了轿 轻轻扣打门环 不一会门开了 锦娘和伙计说了几句 然后跟着他走了进去 来到客厅 锦娘见到了四海钱庄的郑掌柜 郑掌柜说 五夫人深夜到访 肯定是有事吧 锦娘哀叹一声 道 郑掌柜实不相瞒 我是来求您的 哦 什么事 锦娘说 我是来借钱的 想借多少 锦娘伸出三根手指 道 三千两 郑掌柜面露难色 说道 五夫人 不是我博您的面子 这么多的钱 我没办法借给您 锦娘赶忙说 我可以用家里的那对 鼻烟壶做抵押 郑掌柜一笑 五夫人 我怎么听说这对鼻烟壶 已经抵给了周公子 锦娘闻言 心想 消息竟然传得这么快 然后 他尴尬地说 郑掌柜 既然您已经知道了 我就和您说实话吧 我们宋家不想把宝贝卖给周家 今天之所以答应他 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因此 我这才来找您借钱 就是想还上周公子的钱 今后宋周两家各不相欠 郑掌柜说道 如果是这样 我就更不能把钱借给您了 要是为此把周家得罪了 我这小小的钱庄 也就别想干了 五夫人 您还是另想他法吧 说完转身就走 把锦娘晾在一边 锦娘望着郑掌柜的背影 只得无奈地走出了四海钱庄 可他刚要上轿 却见一个身影 急匆匆从他身边走过 虽然对方身上 也裹着一件黑色长袍 可锦娘还是一眼 就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正是自己的好闺蜜婉儿 婉儿是济世堂里郎中的夫人 平日里和锦娘关系很好 锦娘出于好奇 于是偷偷跟在婉儿身后 只见他一闪身 拐进了四海钱庄的后门 锦娘看到婉儿轻敲了三下 片刻后门被打开了 开门的正是郑掌柜 婉儿进去后 郑掌柜探出头四下张望 发现没人跟踪 这才降门关上 锦娘被眼前的一幕 惊得无以复加 她做梦也没想到 婉儿会和郑掌柜搞在一起 她没有多坐停留 赶忙成交回到宋家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大早 周亮就怒气冲冲地闯进宋家 她静止来到锦娘跟前低声说 锦娘 你昨天去了四海钱庄 你说的话 我也都知道了 我劝你最好按照我们的约定做 否则 锦娘没想到 这么快 周亮就得到消息 不过既然已经撕破脸 她也无所顾忌 于是直视周亮的眼睛说 周亮 我也劝你死了这条心 欠你的钱 我们马上还给你 到时候 你还得把鼻烟壶 给我完好无损地拿回来 周亮咬牙道 好好好 咱们走着瞧 不完一甩袖子走了出去 几位姨太太担心地说 锦娘 你这是干什么 触怒了周家 对咱们有什么好处 锦娘苦笑一声 道 你们说得轻巧 另一只鼻烟壶在哪呢 你们谁知道 众人闻言大惊失色 锦娘说 老爷身上的那只 已经给了周亮 可另一只在哪 你们谁清楚 过几天她来找咱们 要那只怎么办 几位姨太太 个个面面相去 哑口无言 原来宋万平日里 身上只带一只鼻烟壶 而另一只 她从来没有拿出来过 再加上 她是突然死亡 根本没留下什么遗言 谁也不知道 那只鼻烟壶 被她藏在什么地方 锦娘说 没有那只鼻烟壶 我们早晚会露线 倒不如搏一搏 其他人也没了主意 只得听从锦娘的安排 几天后 就在办完宋万后事的当天夜里 锦娘又偷偷来到四海钱庄 本来郑掌柜不打算见她 可锦娘只说了两个字 吓得正掌柜直接打开房门 一进屋锦娘就自顾自地坐在椅子上 笑着对正掌柜说 正掌柜 其实我早就知道 你和瓦儿的事 只不过 我一直念在和瓦儿的姐妹关系 没有说破 可你却将我们那天的对话 告诉了周亮 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 好 既然你不忍 我也就不讲什么姐妹情了 明天我就把你们的丑事告诉李郎中 看看咱们谁倒霉 说完站起身就往门外走 正掌柜赶忙拦住她 恳求道 锦娘 不 五夫人 我知道错了 你千万别这么做 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锦娘一笑 说道 我的要求很简单 那就是借我四千两银子 正掌柜没有说话 锦娘说 放心 不会让你为难的 你今天先把钱借我 明天我就拿一只鼻烟壶 给你做抵押 怎么样 这买卖你不亏 正掌柜心道 看来如果今天不答应她 她肯定会把我和瓦儿的事抖出去 到时候 我们两哪还有脸见人 半晌后 正掌柜把心一横 点头同意 不一会儿 锦娘拿着银票 从四海钱庄走了出来 第二天 锦娘直接派人去请周亮 让她把鼻烟壶带过来 可周亮却借故今天有事 要明天才能过来 无奈之下 锦娘只能又等了一天 四日中午 周亮带着手下来到宋府 一进正厅 周亮就看见锦娘正坐在椅子上 闭目养神 周亮单刀直入地说 锦娘 有什么事快说 锦娘一笑 周公子 感谢你前几日对我们宋家的帮助 不过总欠着您的银子 我们心里实属不安 所以我打算 今天把银子还给您 说完一招手 丫鬟小翠端过一个托盘 来到周亮跟前 上面是一张三千两的银票 周亮看着银票 咬牙道 周锦娘 好手段 锦娘说 周公子谬赞了 周亮接过银票 然后从怀中掏出那个鼻烟壶 轻轻放在桌上 瞪了锦娘一眼 带着人走了 锦娘连看都没看那鼻烟壶一眼 吩咐小翠将鼻烟壶收好 等到了晚上 锦娘带着鼻烟壶来到四海钱庄 并将鼻烟壶交给正掌柜 正掌柜把鼻烟壶小心捧在手中 不住地打量 她心想 四千两银子能换回一只鼻烟壶 也不算太亏 锦娘把东西放下后 没做片刻停留 转身匆匆离开 第二天早上 锦娘正在吃早饭 突然管家送福前来禀报 五夫人 您听说了吗 锦娘的脸瞬间有些紧张 她问 什么事 四海钱庄的正掌柜死了 锦娘表情有些不自然 她呕了一声 宋福继续说 还有就是几世堂李廊中的夫人 婉儿也死了 据说死的时候 两人赤条条地抱在一起 现在这是可是轰扬洞了 没有不知道的 大家都在议论 这正掌柜怎么和婉儿搞到一起去了 锦娘看似不经意地问了一句 官府怎么说 宋福摇摇头说 官府还没有定论呢 话分两头 咱们再说支县陈大人 早上听牙医禀报说 四海钱庄出了两条人命 陈大人连早饭都顾不上吃 直接来到案发现场 武座验尸后 对陈支县说 两人中了同一种慢性毒药 但奇怪的是 婉儿中的毒比正掌柜既早又深 紧接着刘捕头说道 大人 我们在一个鼻烟壶内提取到一种毒药 应该就是致使两人丧命的毒药 据伙计说 这鼻烟壶是宋家五夫人锦娘 昨天夜里送过来的 陈支县略做思量 她说 来人 带锦娘前来问话 还有仔细检查 屋中其他物品 是否还含有这种毒药 许久后 刘捕头来报 回禀大人 屋中没有找到其他带毒的物品 陈支县心想 现在看来 这正掌柜和婉儿 肯定是有奸情 但按照常理 如果鼻烟壶有毒 那么首先中毒的 应该是正掌柜 怎么会是婉儿呢 这点说不通啊 正在这时 手下人禀报 大人 锦娘带到 陈支县看着走过来锦娘 举起手中的鼻烟壶问道 锦娘 这鼻烟壶 可是你们宋家之物 大人 是我家祖传的东西 因为我在正掌柜的钱庄 借了四千两银子 说好以此物作为抵押 于是昨日我将它 从周亮周公子处赎回来后 就交给了正掌柜 陈支县皱眉说 你是说 这个鼻烟壶是你昨天刚从周亮手里赎回来的 是的 大人 陈支县文言 又对旁边的牙医说道 来呀 去请周亮 不一会 周亮也被带到四海钱庄 一看见陈大人 周亮就非常不自然 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的 办案多年的陈支县 一眼就看出 周亮有问题 于是他问道 周亮 锦娘说他 昨日在你手中赎回了宋家的宝贝鼻烟壶 是吗 周亮慌忙答道 是 是 陈支县脸一沉 说道 你可知正掌柜 婉儿都死于鼻烟壶中的慢性毒药 周亮一听 脸都绿了 他赶忙说道 大人 这些我可不知道啊 再说了东西 是我昨天给锦娘的 可是他也完全有可能往里放毒药 然后嫁祸给我呀 陈支县道 也有你这么一说 说完便转头望向锦娘 锦娘镇定地说 大人 我一个弱小女子上哪里去弄毒药啊 此话一出 反倒提醒了陈支县 他赶忙对手下人说 去县城的每个药铺 查查这种毒药的来历 那人应声而去 这时只听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婉儿 你死得好惨啊 众人一见 来人正是婉儿的丈夫李郎中 陈支县吩咐人将李郎中带了过来 他问道 李郎中 你怎么才过来 李郎中哭着说 大人 我每个月的十三 都要去赶夜寺住上一晚 主要是替我母亲还愿 这件事已经坚持了十年 我刚回到家 就听说了此事 这才马不停蹄地赶来 没想到还是来晚一步 陈支县听了李郎中的话 若有所思 过了好久 去查毒药的牙医 满头大汗地跑了回来 他手中拿着两本账簿 对陈支县说 大人 这是小人在济士堂和玄壶药铺查到的 上面记载着前天曾有人在两家店 分别买过两味不同的药材 而这两味药合在一起 正是致死瓦儿和郑掌柜的毒药 陈支县听了心中大喜 他赶忙接过两本账簿 只见上面写的是一个叫陆寺的名字 陈支县问手下人 本县可有陆寺这个人 手下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是摇头 正在这时 一旁的李郎中说道 大人 那个陆寺是个假名 此言一出 陈支县的眼前一亮 他说 你怎么知道 李郎中说 前天来买药的人我认识 是周公子家的一个伙计 名叫刘四 开始我还以为 他是不小心写错了 可刚才听您一说 这才知道原来他是故意写错 以防被别人发现 陈支县又转头看向周亮 阴沉着脸说 周亮 你可有话说 周亮此时早已满头大汉 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 陈支县吩咐道 将刘四捉拿归案 等刘四被抓来后 周亮自知躲不过去了 赶忙跪在地上 对陈支县磕头不止 陈支县说 周亮还不把事情经过讲述一遍 周亮这才道出实情 原来周亮一直就在打那对鼻烟壶的主意 于是他早就暗中勾搭孙老板一行人 给宋万设下圈套 目的就是将来用这些欠账来要挟宋家 迫使他们交出鼻烟壶 可没想到宋万死了 周亮只能把计划提前 他先让孙老板等人堵着门去要账 然后自己再出面帮宋家解决困难 开始的时候 剧情走向的确符合他的预期 他拿到了一支鼻烟壶 可没想到 锦娘居然反悔了 更是从四海钱庄借到了钱 周亮气不过 于是让刘四化妆分别去两家药铺买药材 然后配置好毒药塞入鼻烟壶中 这样只要锦娘长时间把玩 或者闻鼻烟壶的时候 就会中毒 但这种毒药不会立时发作 而是要中毒者做运动的时候 血液流速增快 从而导致毒发身亡 可他万万没想到 会把郑掌柜和瓦儿毒死 等他说完后 陈之县陷入了沉思 他相信周亮没有说谎 可这样还是解释不通 为什么瓦儿先中毒 正在这时旁边刘捕快的一句无心之语 提醒了陈之县 他说 会不会是婉儿在与郑掌柜私会之前就中了毒 陈之县默念着私会之前 他猛地抬头 死死盯住李郎中 李郎中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 眼光闪躲 飘忽不定 陈之县问李郎中 李郎中 你妻子背着你 偷偷和郑掌柜私会 你知道吗 李郎中面色阴沉地说 我不知道 陈之县突然大声说道 不 你知道 你肯定知道 只不过你不敢自己动手 你在等机会 等待一个嫁祸他人的机会 是不是 李郎中低着头 说道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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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陈之县大笑道 你的妻子跟了别人 你到现在还不敢承认 还在假惺惺地表演 你真是可悲呀 李郎中怒吼道 我可悲 哈哈 我可悲 现在最可悲的是 这对狗男女 他们死了 死了 你猜得不错 玩得堵我下的 锦娘赶忙打断道 李红你在说什么 李郎中满脸泪水 他对锦娘说 锦娘 算了吧 别再挣扎了 再这样下去 我早晚会疯掉的 接着 李郎中把整件事说了一遍 原来很早之前 锦娘一直都寄予宋家的那对鼻烟壶 于是 他尾身嫁给宋万 为了能够得到鼻烟壶后顺利脱身 他借机勾引李郎中 李郎中果然上当 后来 锦娘让李郎中 为他配制毒药 以便将来时机成熟 毒死宋万元走高飞 那天深夜 在锦娘的温柔攻势下 宋万终于答应 告诉他另一只鼻烟壶的下落 锦娘心中窃喜 在饭菜中给宋万下了毒 打算等他说出秘密 就让他就毒发身亡 没想到宋万身体不济 还没说出秘密就死了 这下彻底打乱了锦娘的计划 不过锦娘想 即便拿到一个鼻烟壶也不错 可第二天就发生了 孙老板和周亮的双黄计 无奈之下 锦娘只能将手里的那只鼻烟壶 暂时交给周亮 后来 锦娘找郑掌柜借钱不成 恰巧发现了 他和婉儿的奸情 锦娘眼珠一转 记上心来 他偷着将这件事告诉了李郎中 李郎中听后怒不可遏 他当时就想找郑掌柜算账 却被锦娘拦住了 锦娘说 此事咱们还要从长计议 几天后 周亮家的伙计刘四来买药材 他以为李郎中不认识他 于是没有写真名 没想到 李郎中早已看出了端倪 李郎中跟踪刘四 发现他又去玄湖药铺买了药材 常年跟药材打交道的李郎中 立刻猜到了周亮的想法 他赶忙把消息告诉了锦娘 锦娘决定将计就计 他把周亮还回来的鼻烟壶 直接抵押给郑掌柜 全程他连碰都没碰过那只鼻烟壶 锦娘这边进展顺利 李郎中那边也做好了准备 他中午就将毒药下到婉儿的饭菜里 做完这一切 李郎中急匆匆赶到赶夜寺 这下就有了他不在场的证据 果然晚上 郑掌柜和婉儿把玩了一会儿鼻烟壶 两人上床打算云雨一番 结果气血上冲 引起毒发 这才双双毙命 真相终于大白 陈之县当堂宣判 周亮 刘四下毒误杀郑掌柜 判处二人斩首示众 锦娘和李郎中勾搭成奸 害死宋万 婉儿 并且间接害死了郑掌柜 也判处斩首示众 几个人都为了一件宝贝 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真的值得吗